大家好,今天我们去Home Depot帮客人买厨房四件套 微波炉、烤箱、洗碗机、灶头 顺便也考察一下,在美国洗衣机、烘干机、车库门控制系统、热水器等家用电器到底要多少钱 整个颜色不配了,这个多少钱 它就是这样的吗,煤气到下面是这个东西 它那个不知道呢 我怎么记得它是分开的 就和这个差不多 但它下面是柜子 哦,那直接买这种的 就是买了一个表面 对 那这个很便宜了 网上打个买多少钱 网上我还没找到这个 差不多一千多,一千左右 要再说 对,要再说 这个也是是吧 对 这个也是 这个,我看它的形状是多少 嗯,都是三十 对 我们这个东西应该挺普通的 标准的 对啊 这些最便宜的什么 那个700多的那个 那转没有比它分 没有 哦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微波炉在上面 看一下 对,这个 我觉得这个好 这个价格也合适 这个牌子不是 没事 反正要卖嘛 不是 目前就是好看为主 微波炉这个机翼的 这个比刚才那个好 对,这个吧 而且价格好像也还便宜一点 248 对 这个更好 它这个选择太多了 冰箱这些选择太多了 这个好像是一个微波炉一个烤箱 这个 嗯 这是烤箱 这是微波炉 它那个是怎么装的 它那个是,两个都是烤箱 双层烤箱 它,它没有微波炉吗 那个 它现在的微波炉坏了 它自己弄那个单独的 我知道就是,它是装哪个位置的 哦,它是装在那个抽油烟机上的嘛 嗯 那就买抽油烟机和微波炉一体的嘛 抽油烟机和微波炉一体的嘛 抽油烟机和微波炉一体 对,就刚才那个 对,就刚才那个 然后现在就是两,双层烤箱嘛 就行了 烤箱就是这个嘛,是不是 不是,这个是微波炉加烤箱 不是,这个搓到一起的是吧 对 搞定完了吗 就是这两,就差这两 差这啥 就烤箱微波炉 分开的是吧 现在是,上面是微波炉下面是烤箱 但它那个是,两个都是烤箱 两个烤箱 嗯 跟它翻的时候翻一下呀 那个上回去两尺寸的那个师傅说 如果要换成上面微波炉下面烤箱 中间还要加个什么木板什么的 它意思就是它要加钱 如果要安装 加钱加钱啊,就可以上 这个可以啊,这个就放在里面 它上面是微波炉 它这个是不是 上面烤箱下面烤箱 那不,搞,我们为啥要这样啊 对不对 不是呀,就是相当于 它就是说如果要做一个这个 中间就要加钱 就是人工费就要贵一点啊 就这个意思 那就那个嘛,这个便宜点 这个下面如果 这么贵啊,我靠,两千多怎么可能呢 这个下面改成贵是不可以的 不要烤箱 可以啊,怎么可以 然后就一半的烤箱 哦,那更好了 更便宜这样 可以啊,一半的会便宜很多 对 是不是下面这些 这个是烤箱吗,一千八百多这个 好像是最便宜的现在 那么贵啊,我靠 人家还便宜了五百呢 不用买这么贵的 它那个房子哪里需要这么贵 不需要这么贵 一千六,这个便宜的一千六百多 哪个最贵呢,你说就是烤箱最贵吗 烤箱最贵 空着一千块钱一个月的找个 有没有 往上去找 哦 这个这个这个是单独的 这冲起来多高呢 它冲那个很小 我跟你说 这个价差太大了 这个是 这两个价钱要两千多了 我看这个怎么这么贵呢 而且这个觉得特别古老的 这是古老的 对啊,对啊 这是那种很旧的东西 哦,对对对 这个这么古老还这么贵 这钱呢 这种不行吗 这个好像要更便宜 七百多百 七百 这个洗机质量也挺好的 这个是粘体的吗 粘体的 粘体的 应该可以分开卖吧 它写了两个价 哦 你再网上搜一下看这个 这是dryer 这个价格 这个是 我选这个 这个六百多呢 这个是六百多便宜 烘干机贵一点 那个 那个 我们那个大小是多少 那个洗碗机的 耳机的 我觉得洗碗机可以买耳机 嗯,对 耳机也不贵,你看 对 老公牌 嗯 这洗碗机 也贵 这个有七百多的 它这个感觉是不是小 和它那个大小一只就行了 哦 再要找一个性价比好一点 嗯 那还有五百多的 这个价差太大了 对 完全 好 这个网上搜 大致的价格可能就 五六百六七百块钱 反正应该就是五六百的买着 这个在网上搜 我觉得它 你输出输出它就收出来 对 我们了解一下价格 嗯 这个就OK了 然后接下来 看那个厨房的这碗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 我说的锅炉 那个 那两种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 车库的 那个 对 对 还有啥呢 还有 水龙头的东西扶了不及了 那个 电风扇的这个不用看了 那也不用看了 这个不是很贵 那些都是自己买的 不常常我们经常放的嘛 嗯 我们经常用的 经常可能出现问题的 这是啥 Water Heater 就是热水器嘛 就是我们那个车库那个嘛 不是 啊 车库那个嘛 这不是 这个就是热水器吗 是电的 嗯 这多少钱呢 519 不可能 这2000左右 这是就是全家放那么一个 就要放热水 你知道 是不是这样 嗯 或者是这个 我们家好像是这么长的 不止这么长吧 这是这个沟炉 我们家沟炉才这么长吧 不止吧 它不是放在一个台阶上的吗 对啊 多少钱这个 600多 600多 7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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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装一般都是1500 这样装好 哦 它是29加仑的 这是小的 我们那个都是5 这个叫40加仑 我们那个都是多少加仑啊 是长得像那个样子吧 你确实吗 是长得是像那样 还有上面的吗 哦 哦 那个是75的 哪个 像这个 这个 那个大小我觉得有可能差不多 900块钱 那75它说的是多少呢 它说是5个人以上用 对啊 对啊 一般家庭都是啊 对啊 你们家也过不去也是二种大 是吗 我也不知道 3到5的就是 我们家用的 我们那个房子一般用的是多少加仑的那种 锅炉 锅炉是多少加仑 对啊 才40加仑啊 你看 我就说嘛 刚才他说他要用75的 40加仑是多少钱 40加仑机器是要才多少钱吗 500 哪有啊 所以这个东西 这就是40加仑 看多少钱才 700多 加税下来也就是多少钱 加本子10嘛 70多 800块钱嘛 对吧 850块钱他买 我们给他50块钱嘛 850块钱 然后他还加了一些 换的新的水管子 然后拿走旧的 然后是多少 机器是 机器是6年的保质期 人工是3年的 然后他要把旧的机器的水那些排掉 旧机器拿走一个钱嘛 嗯 肯定要赚钱 这是肯定的 就是我们要让它 让它赚到民储 嗯 但是我安装一个 它赚了600块钱 800这张管子那些东西 900 赚600块钱 走 这是什么东西 这车库那个 这个多少钱 还有杆子 这个 这个只是一个 这个 嗯 这个 这个多少钱 200多块钱 它还有杆子了 它是带在一起的吗 这里面有那个杆子吗 对 对 对 都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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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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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这个500块钱搞定就没问题 装修费收个 我一会去前台问一问 他们的人安装多少钱 哦 修的 连装嘛 大概 我估计这个杆子它是能成熟的 对 明白了吗 嗯 他如果不能伸缩 他那怎么动呢 对啊 装实了 你说就是他找人去修 我把一个照片一会去到那里 对 这个也就是500块钱 有的肯定搞定 没办 没办 趴桌子 哈哈哈 实际上他可能还躲啊知道吧 走吧 下一张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微波炉加抽油烟机 最便宜的是248元 灶头也叫瓦斯炉 787 烤箱 在Tom Depot看到的最便宜的是1619 争取可以控制在1000块以内 洗碗机最便宜的300多 大部分在500到600 洗衣机698 烘干机798 热水器40加轮719 车库门控制系统219 再加安装费148 我们需要了解各个机器的价格 这样在维修人员报价时 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不是不让维修工人赚钱 而是他们要把钱赚到名处 我们需要知道有多少是属于购买设备的花费 有多少是工人的人工费 我们先做到心中有数 才能更好的对屋主负责 协助屋主决策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些电器贵吗 都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也需要房屋买卖 出租管理 房租担保服务 可以在描述栏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 加入我们 让您的美国房产投资一路平安